这就是前几天爆火的后翼快速吸血变态出装 都说什么这一套出装可以站着撸 一威武开启狂暴就可以站撸不倒 还说什么这一套出装只要出了 别人打你的伤害还没有你回的血量多 听到这我民主一笑 要真有这么好的出装 那岂不是我要起飞了 所以我就设置好了出装和冥王 和对面的公孙黎纠缠在了一起 公孙黎一开始那是非常的嚣张 用他的伞用他的剑直逼我的咽喉 但是好像他没有打过我 被我打回家 过了一小会他又从侧面赶来 他这是挑衅我的兄弟们 我们学学位的打个核心 等到第二波兵线出来的时候 他也忍不住出来了 这时候我直接开启一技能和他对着刚 还差三秒我的二技能就好了 再来个二技能天降流星 直接拿下第一地区 前期明晚硬刚光孙黎不虚 还行吧 后面我还在线上清理着兵线 突然我的侧面飞过来了一只电老鼠 一勾我就上天了 此时公孙黎也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要二打一 我立马开启了狂暴 对着小老虎一顿乱射 直接就把他给杀了 此时我再来个大招二技能 我的天哪 这一波我们竟然二连击破了 这时候嬴政也已经赶来 先来一个二技能 再来两发普特攻击 三连决胜了 我的天哪 别说前期这个狂暴 真的挺管用的 兄弟们 这橱桩和明晚 适合其他的橱桩和明晚不一样 如果周后期也这么厉害的话 那就厉害了兄弟们 后面比赛来到了四分钟 此时我在清理对面的防御塔 老勾子一勾就勾中了我方的 老牛一吸还给他吸住了 此时我赶紧打爆防御塔 开启一技能 几个普特攻击就把公孙黎给赶了 随后对着 周葵那是一顿乱世 我的天哪 又是一个二连击破 而且我的血量还有半拉 前期这个攻击力 还有这个回血 确实挺厉害这套出装 正当我还在震惊的时候 下面发生的一幕 更加的震惊到我了 此时嬴政开着大招就向我赶来 我一个大招也定住了他 几个普特攻击就把他给赶了 剑耗子又过来甩我跟头 我几个普特攻击又把他弄死了 这时候我开启狂暴 对着公孙黎直接上去了 我没死他死了 才学反杀 连远方的钟葵也没能逃过我的剑 这一波我竟然四连超凡了 我的天哪 牛伯一啊 这还没到中西呢 这攻击力就已经刷的一下 就起来了这套出装了 后面我那也是成胜追击 帮完了下路帮上路 帮完上路想回头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钟葵勾了 他还吸我 只可惜没把我吸死 我两个普特攻击把他解决了 回头又看见了嬴政 两个普特攻击又把他给赶了 此时二连击破 我又朝着下路赶去 路上我又碰见了公孙黎 只用了两颗普特攻击 公孙黎赶 接着大招定住小老鼠 一个普特攻击赶 又是一个四连超凡 我的天 八分钟 直接攻上了敌人的高地 而且已经拿了两个四连超凡 这还用倒后期吗 兄弟们 倒后期会是个什么模样 这套出装 我简直无法想象了 兄弟们 带着队友直接挺进对面的高地 公孙黎出来 两个普特攻击让他嘎 小老鼠出来 还是两个普特攻击 我的天哪 这个攻击力 对面的人员又来 先用大招定住 钟葵还够我 我不怕他 在后面疯狂的普特攻击他 三连绝胜 嬴政还敢出来 直接追着他 哎 狂铁出来 咋我呀 还没出来 都已经四连超凡了我们 我的天哪 这套出装 牛不一呀 鼠尸牛败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试一试了 兄弟们